好 请问镜头还在美国 这次看的是年底 11月美国总统大选的政情 值得注意的是拜登四次到关键摇摆州 美国的威斯康星州造势 我们理解一下为什么这么重要 威斯康星州临街五大湖区 它是传统的民主党蓝州 拥有十张选举人票 我们先看在2024年总统大选的时候 民主党的Hillary在那一年得票率是46% 相差一个百分点输给川普 让威斯康星州翻转为红州 那是2016年 威斯康星州也在32年之后 重回共和党的手中 隔了四年之后 2020年是川普对上拜登 拜登这次是以49%对45%的得票率 那么险胜川普的48.82% 所以票差小于1% 让威斯康星州这次又回到 传统的民主党蓝州 富士康的威州工厂 四年前郭台铭合体当时的川普 表明要投资美国百亿美金 现在拜登大酸川普 说这个投资十分之一都还没有达成 拜登宣布 微软会在富士康的原址 投资33亿美金 设立一个AI数据中心 美国众议院再度上演罢免议长戏码 共和党极右派议员葛林 不满同党议长强身 推动原外法案 并与民主党合作 让法案在众议院过关 纵而提出罢免动议 表决前 格林洋洋洒洒 列出强身的罪状 但就连自家的议员也听不下去 现场虚声不断 在民主党的护盘下 罢免动议 以43票赞成 359票反对被封杀 强身保住了议长大位 也终止了一场国会闹剧 去年共和党八名议员 发起罢免前议长麦卡锡 当时民主党袖手旁观 导致罢免案通过 议员葛林又想顾忌重施 没想到却让自己陷入难堪 强身是前总统川普 清点的议长人选 因此川普反对罢免的态度 也直接影响了党内的风向 川普近日为APM女星 封口废案忙跑法院 但支持度却丝毫不减 全国总统民调还稍稍领先拜登 其中关键摇摆州 威斯康星州 川普超越拜登两个百分点 周三拜登前往威斯康星州造势 宣布微软将斥资33亿美金 在当地设厂 建立科技资料中心 可以创造至少2000个工作机会 他还拿自己的经济政策 与川普比较 批评川普任内的富士康投资案 至今未见成效 拜登也很得意的 任内大力推动基础建设 威斯康星州不少地区 正在大新土木 不过中小企业主 并不如拜登乐观 认为经济前景充满不确定性 当地的年轻选民 除了对拜登的外交政策不满 也认为拜登的竞选策略主打危机 而非年轻人需要的希望感 拜登和川普都有高龄的问题 现年70岁的独立总统候选人小罗伯甘乃迪 就以自己比较年轻 更适合当总统作为号召 但他的健康却是最有问题的一个 纽约时报报道 小罗伯甘乃迪 大脑曾经遭寄生虫入侵 还吃掉他的部分大脑 导致他出现记忆丧失和脑污问题 小罗伯甘乃迪事后回应 他已经完全康复 小罗伯甘乃迪仍在各州冲刺连数 好让自己能登记在选票上 目前他已经获得五个州的参选资格 包括密西根 加州 夏威夷 犹他州和德拉瓦州 他也在另外七个州取得了足够连数 支持者信心满满 相信他会成为美国政坛的第三势力 你认为他能赢吗 当然 对 最新总统民调显示 川普和拜登的支持度都在百分之四十左右 小罗伯甘乃迪接近百分之八 若顺利取得竞选资格 他的选票将左右拜登和川普的胜负 是绝对不能轻忽的关键力量 TVBS新闻总和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这一集 二集 中文字幕——YK